那今天我們要來示範怎麼用 ATERRA Quartz 2來為我的 D270板子 然後做一個 七段顯示器控制的程式 這邊我們已經寫了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待會是我們用來主要測試的程式 它的程式的用途是 去控制七段顯示器 根據這個輸入的數字來控制七段顯示器 這個數字我們目前是用止波開關來控制 輸出的時候就是0000就會輸出0 0001就會輸出1這個字母 0010就會輸出2這個字母 在七段顯示器上面輸出 那現在呢我就要來示範一下怎麼使用 ATERRA Quartz 2 來將這樣的程式呢 放上去板子上 那我首先要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好按下一步 那設好我的資料夾 好 設好我的資料夾 那我想把它放在低槽 這個ATERRA裡面 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叫seg7 就是七段顯示器的意思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資料夾的名稱 按主要的元件 那我都叫seg7 按下一步 好那接下來呢 要不要加入檔案 我暫時先不用 那這邊因為我的D270 這塊板子 它是Sycron2系列 所以我就選Sycron2 那它的型號呢 是EP2C70F8 所以是EP2C70F8 EP2C70F8 EP2C 70F8 6C6 這一塊 那這是我們的板子 所以選起來 那接下來呢 我按下一步 那這邊 如果要跑模擬的話呢 就要設這個Model Sim 選擇你要用的語言 那時候我們不跑模擬 沒關係我們也有可能 之後會跑模擬 所以我們先選 也沒關係 接下來呢我們就 設定完成 那在這裡呢 我就開始寫 剛剛的那個程式 那我不用寫了 因為我已經寫好 就把它扣進來 扣進來 扣進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Syc7 那我要存在剛剛我的 Syc7這個資料夾裡面 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進行編譯了 那看看我的程式對不對 那這個編譯呢 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這邊看 主要注意看看有沒有錯誤訊息 那會有一些Warning 大概還算OK 但是不能有Error 好 好 那緊接著呢 就是 等一下在 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 Ping Planning的動作 Ping Planner 好 那這個Ping Planner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 這些 角位 像這個輸入角 我可能要把它綁定到 直播開關上面 那輸出角 就綁到七段顯示器上面 那這裡我們必須要參考一下 直播開關和七段顯示器的文件 那在這裡我們稍微 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度七零 的 User Manual 就是它的使用手冊 拿出來 那在使用手冊裡面 就有詳細的 說明每一個角位的用途 那在這裡我們稍微看一下 OK 好 這個是第一度七零 User Manual 好 那它的 這裡有很多 詳細的說明功能 OK 那從這邊開始 才是角位 那我的直播開關呢 直播開關 第三個 我們有四個輸入 所以我從第三個開始 第三個是 AC27 然後我用3210這四個 所以直播開關的AC27 我必須要把它 放在角位的第三根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用第三根 當成最高位元來控制 那 AB25 就把它放在第二根上面 那 AB26 就放在第一根上面 那 最後的AA23 我就放在D0根上面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 控制七段顯示器 那這邊是七段顯示器的角位設定 那它所針對的針角是0123456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 這個DP是1點 那我們 所以會有八個位元來控制幾段顯示器 那我這邊呢 我 D0根 D0根 我就綁到D0根 所以我這邊 D0根 就綁到D0根 Neigh容 而 不是這個 D0根應該是PIN A18 PIN A18 接下來 第一根 是PIN AF9 好 那 第1根 第二根是PIN-AH9 第三根是PIN-AD10 第四根是PIN-AF10 這是第一個七段顯示器數字 它的角位 第三根是PIN-AD10 A-F10 這已經有了 PIN-AD10 AF10 OK,接下來是第四根 第五根是PIN-AD11 PIN-AD11 第六根是PIN-AD12 最後的那個點 DP 是PIN-AD12 那我就把它 放上去 這樣子呢 我就角位指定好了 可以關掉 接下來呢 我們 再確定一下 角位還在 OK 這樣子就OK了 接下來我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我沒有 我沒有設定這個選項的話 所有的角位都會接地 這樣子的話可能會造成某些 零驅動的 角位會造成某些東西被驅動 我現在希望所有的東西都不要被驅動 所以我把所有的輸入都設成3Ti 這樣3Ti的話就全部會斷線 就不會被驅動 所以我現在就按OK 那這樣子設定之後 才會 正常 那接下來呢 我 可以再做一次編譯 因為剛剛的編譯是為了 為了取得角位 指定角位 那現在再做一次編譯呢 就是我的東西已經做好了 那這應該是 不會失敗 因為剛剛已經編譯成功過 接下來我必須要用 這邊有一個Tour 火鬼門 這就是我開始要燒入程式的時候用的 那這個燒入程式時候用的 我現在編譯成功了 我這裡燒入程式時候用的這個Tour火鬼門 你只要按Start 開始編譯 然後呢上傳 開始上傳 那上傳成功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你的結果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呢 試試看 我的 城市這樣子 感覺不太正常 感覺不太正常 這樣是4 這是8 OK 有一隻腳位可能指定錯了 那 我們來看一下哪一隻腳位指定錯了 最上面的那隻 那根接腳 我現在最上面的這根接腳 沒有亮起 最上面的這個零接腳沒有亮起 那我來檢查一下零接腳 好 那剛剛的腳位指定的部分 PIN PLANNER 在最上面的這一根零接腳 這邊看一下 AF8 AF9 OK 是 零接腳是AE8嗎 DIGITAL 它說零接腳是AE8 DIGITAL 應該沒錯吧 但是我的零接腳沒有亮 看看 或許是一個原因 我現在是從7接到0 從7接到0 從7接到0 OK 所以我其實應該是倒過來 我應該是倒過來 因為我 我的零 從7接到0 我希望說 00000的時候 00000的時候 它會輸出的是 是 是這幾根 但是這幾根 其實是7 到0的 所以 這個地零根 是7 是對應我的7 但是事實上 是對應它的零 那這樣有點麻煩 所以我乾脆把 腳位改過來 看看 從0算到7 從0算到7 會不會好一點 從0算到7 如果我這樣子改過來的話 或許 可以試試看 看 看 Start compilation 剛剛我的亮燈完全不對 所以 應該是這一個關係 我是從0指定到7的 但是 我程式卻寫從7 指定到0 我程式卻寫從7 可以試試看 我程式卻寫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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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關掉再看一次 腳位的指定 好 這樣看起來比較對 所以呢 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已經編譯過了 好 那我們 就直接來燒一下 再燒一次 好 這次看起來 應該對 現在 我0的時候就輸入 出0 1的時候輸出1 OK 這樣子 對了 我用手機來拍一下 我的畫面 待會再上傳 對